在我的视频里面很常会看到一些留言说 马来西亚华人的中文很烂的 很奇葩而且很难听 我第一个就不赞同 你会这样子觉得因为是因为你还没有感受到 马来西亚中文的特色以及可爱之处 但是但是我真的承认哈 马来西亚华人讲话其实是很懒的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红绿传媒 我是Chloe 马来西亚的中文真的很难懂吗 我敢说这绝对是马来西亚最大的特色之一 我归为有多元的种族语言甚至还有方言 才得以延伸出具有特色的马来西亚罗加式中文 什么是罗加那就是大杂烩的意思啦 我觉得这个词呢 非常能够体现出马来西亚的多元风土人情 我今天就势必要让海外的朋友们 用十分钟的时间学会正统的马来西亚中文 欢迎来到《红狐狸课堂》 在影片开始之前 记得要follow我的IG 还有把上面做的时间 阿仙的记得按链记小铃铛 一二三 在马来西亚大多数的华人呢 从小都需要学三种语言 马来文 中文 还有英文 而且呢 我们的习惯就是一看到马来人就讲马来语 看到印度人就讲英语 看到华人呢 会先讲华语啦 当然会遇到一些 不会说中文的长辈或者朋友 就会直接用他的几关语言 或者是英文来跟他沟通 是不是很神奇呢 所以啊 因为受到环境的影响 也造就了很多马来西亚法人的语言切换系统 比较灵活的原因哦 那你知道标准的马来西亚中文 应该是怎么样的吗 先让大家猜猜几句马来西亚中文哦 我跟你讲 我真的恨北大汉他了 讲都讲不听 激死我 你们听得懂了吗 其实也不是那么难懂吧 北就是福建化的不能 而大汉就是在马来语的忍受的意思 北大汉就是不能忍受啦 然后就是激 这一个广东词气的意思 那激死我就是气死我嘛 是不是很有趣呢 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红狐狸的大马中文词典 会不定时的掉落在我的频道社区 还有面试专业 给大家科普一些马来西亚的中文 如果不知道朋友 赶快去多多留意吧 因为我的团队很认真的在做 那刚才我们就说到 马来西亚中文以中文为基础之后呢 融入了各种语言嘛 包括方言才形成了 具有大马文化特色的马来西亚中文 只要了解这一点 你就可以发现马来西亚中文呢 有很多词汇都是由其他语言直接翻译过来的 比如广东话翻译过来的 好彩就是幸好的意思 还有青菜随便 马来文翻译 巴萨就是市场跟集市的意思 也就是聪明和厉害的意思 还有一句很经典的福建话翻译的 下衰就是丢脸的意思 是不是很有趣呢 而这种现象呢 其实在马来同胞里面也会被影响哦 比如我们上课的时候 以前我的国文老师会开玩笑说 你听懂了吗 就是不要加随我的意思 这全是一句马来文耶 那由于马来西亚中文有很多其他语言直译的词语 所以呢也会导致语法在各种语言的影响下有了自己的特色 但我个人会觉得可能是受广东话的影响比较深吧 来上例子 首先正确的语法是 我先走 你先吃饭 带我一起去 那又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马来西亚华人呢 就是把语法调换过来 我们会直接说 我走先 我吃饭先 带买我去 这一些受广东话的语法影响 是不是有一点熟悉 没错啦 就是粤语嘛 我走心啊 你吃饭先啊 带买我回咯 当然还有一些被广东话语法影响的词言啊 比如说 住还有讲这两个词 正确的说法应该是 他说他在路上了 但是马来西亚怎么会讲 他讲他来住了 马来西亚华人其实很少很少很少 会用说这个词的 马来西亚的朋友对不对咧 还有一点特别的 就是在表达时间跟周期的时候 就是更明显了 因为正确的说法呢 应该是周一星期一周三星期三 十二点十五分还有一点五十分 但是在马来西亚中文里面 我们是说拜一拜三 十二点三个字 一点十个字 是不是超级好玩 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呢 我记得我中国朋友会满脸疑惑的看着我 什么是一点十个字 应该有很多人发现了吧 马来西亚说话的腔调比较单一 几乎呢是没有阴阳赏剧还有轻声 所以我们说话的时候 会给人一种很慵懒的感觉 其实呢就是懒惰阴啦 虽然我的海外观众会很常说 我的腔调很奇怪 但其实我已经是特意学习过 调整过的 让你们听一听正宗的马来西亚腔 马来西亚中文呢是完全没有耳化音 平舌翘舌也是分不清楚的 但是为了能够抒发我们的情绪 马来西亚华人就会很喜欢用第四声 比如第一名我们会念成第一名 吃饭我们会念成吃饭 喝茶我们会念成喝茶 但是不要这个词 在我们这边会念成表 表表表表表 那大马华人喜欢的句子也是越短越好的 只要能够表达当下的心情呢 一切从前都不是问题 所以缩写在马来西亚呢是非常常见的 比如这样 这样 这样子 这样子 怎样 等等等等等等 还有很多其他的特色的懒惰词等着你去发现哦 来来来来给大家演示一些标准的马来西亚中文 我跟你讲 如果你真的不爽他的话 就敢敢去讲出来罢了 你要做就做好好来 你不要你就放住 有没有发现句子中的 了被我们念成了了 这个应该是马来西亚中文里面最有名的词汇了 除了这个呢 其实马来西亚中文还有很多叠词 比如我刚刚的句子就有 敢敢讲做好好来的叠词 就是要勇敢表达和好好干的意思 还有其他的例子啊 比如敢敢来乱乱来 马来西亚华人呢都很习惯这样子说话 虽然句子不为婉也不优美 但还是这样能够让我们更精准 有趣 简短 直接的去表达我们所想的 当然咯 在简短的句子呢 它还是需要一些语著词来加持 这样子才可以让整个句子更有韵味 更有大马式的中文味道对不对 那语著词到底要怎样能够帮助我们更好表达我们的情绪呢 比如 我老喂 他那个人真的很够你懒得咯 帮他打爆料 还要我拿到他前面咯 是这样子的咯 你第一天认识他咩 来考考大家以上的句子一共出现了多少个语著词 首先 第一个是 晚老喂 这个呢是表达不爽 惊喜或者是惊讶的情绪 当然啦上述的句子就很明显是在表达不爽咯 第二个就是 这个很好用哦 几乎任何的词汇你都可以用 比如 还有第三个就是 也就是 通常这个词呢 都会带有一些讽刺的语气 或者是疑惑的词后会用 比如说 你吃了咩 你来了咩 这样子听起来 是不是觉得马来西亚的中文其实也很有味道呢 那除了以上的语字词 我们当然还有其他词汇咯 比如 我们通常会把有字带入以上的语著词 稍微解释一下 就是 就是很肯定的语气 就是很不耐烦的语气 就是真的有的语气 就是很不确定 就是稍微有点不确定 还有 就是征求认可的意思 当然啦 还有很多很多多姿多彩的语著词 试分之后 我是讲不完啦 下次来给大家讲 OK 还有还有 一个马来西亚华人的语气呢 是很经典的 就是每次他们在形容一件事情 很什么什么的时候 他们会这样子说 我跟你讲 那天下大雨啊 那个天黑大 没有了 结束了 这个句子已经结束了 没有下文 马来西亚华人很喜欢 不把句子讲完 而且会把那个尾音 越拉越长 越高音 越激昂 就越有feel 再来一个例子吧 我跟你讲 那天我吃那个nasi了嘛 真的好吃到 没有了 也解释了 看吧 真的是万物皆可 断崖式的句号 这就是马来西亚中文的魅力 我还记得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 会有一些海外的朋友问我 做我你每次不把话讲完 finish your sentence 啦 可是 对我来讲 我已经把话讲完了啊 所以下次跟马来西亚人讲话呢 要习惯一下 OK 大家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中文真的是超美的文字 而我一直都觉得 中文其实不像是数学公司那样 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更多的是融入当地的风俗和特色 形成地域文化风情的其中一个部分 因为那也很可爱很有趣啊 不知道在海外的朋友 有没有听过一些 马来西亚特别难懂 无法理解的中文词汇呢 赶快留言让我为你解答吧 那马来西亚的朋友们 又有没有因为马来西亚的中文 而闹出过什么样的乌龙趣事呢 欢迎在底下跟大家一起留言分享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按赞和留言分享 还有Follow我的IG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和留言分享 还有别忘记按订按钮 以及小铃铛哦 红不利频道 一起让你从松佛中学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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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喵 喵 我們下次再見 再見